在历代皇帝中 清代对子弟教育最严格 清代皇家教育到康熙平定三番后 才确立正规制度 据养籍斋从录记载 我朝家法 皇子皇孙六岁 急救外父读书 意思是 皇子虚岁满六岁 便开始读书 早五点到下午三点 共十小时 一年只能休息 休息五天 即元旦 端午 中秋 皇帝生日 自己生日 此外 连除夕都不能放假 虽然是凌晨五点开始上课 但皇子需凌晨四点 到书房复习前天的功课 夏天虽热 皇子读书时 却不允许使用擅自去数 每学一个字 即要写一百遍 一段课文 要朗诵一百二十遍 康熙皇帝年幼读书 自己曾累得可写 故四书五经 能倒背如流 而乾隆皇帝十四岁就能做到这一点 古深得康熙喜爱 孩子们除了学习汉文经典外 十二岁以后 还要学习满文 十四岁开始学习骑马 射箭 教习由满蒙 林英达充任 他们无师父之称号 见皇子时必须下跪请安 自称奴才 皇子长大后还有五功课 包括拳术 鸟枪 刀剑 火器等 西方传教士张成曾说 康熙三十一年的夏天 康熙带着七个弟子 巡视塞外 整整一个月里 这些皇子终日越马扬鞭 搭弓射箭 不亦乐乎 据爷时载 乾隆时尚书房总师傅 是名陈王杰 后来在扳倒河山中 他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次 乾隆到尚书房闲逛 看王杰正责罚读书 不用功的皇子下跪 感到很生气 说 再怎么说这也是皇子 将来可能当皇帝 怎能不顾君臣之礼 王杰回答说 教者姚顺 不教者杰咒 为师之道乎 意思是 教得好 可能成民君 教不好 可能成暴君 老师必须有师道尊严 乾隆无可奈何 便令皇子富贵 当然 这只是野史作者的理解 事实上 亲圣期皇帝 几乎每天都会去上书房巡视 康熙有请 每天九点左右 到上书房听皇子们背书 有时 下午四五点钟 还会再来一趟 带着大臣们 一起听皇子背书 皇子们直到结婚吩咐后 方能免除此番苦意 纯亲王毅在竹窗笔记记载 如戒时功课未完成或罚书罚字 其师父准去吃饭放去 随室内应答 太监等无感催促者 下书房亦然 师父在书房为吃晚饭 某书念书及某人在某间下午 均由尚指定 清人赵义在言报杂技中 对此曾大发感慨 本朝家法之言及皇子读书仪式 已决绝千古 晚清光绪年间虽无皇子 但已注重对贵咒的培养 但形势有改变 1905年 兵部与练兵处奏准成立陆军贵咒学堂 以庆亲王义为管理大成 冯国章为总办 此年四月开学 设军事天文地理 历史算术等科目 对八旗贵咒进行新式教育 招收学员近百人 另有四十余民有任职王公 义命为听讲员